深夜时刻突然有火箭弹呼啸而过 瞬间传来震耳欲聋爆炸声 不远处立即冒出火光 目击者被吓到大喊医院被炸了 一场阿叶袭击炸毁了加萨市中心的阿里阿拉伯医院 夺走上百名巴勒斯坦平民性命 但这一炸究竟是谁该负责却成了罗生门 就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互相指责之际 以色列媒体公布这段画面 显示火箭弹似乎是从加萨的西南方发射的 以色列空军更是将矛头指向伊斯兰圣战组织 声称他们发射的火箭弹失灵 击中医院附近的停车场 而不是医院建筑本身 从以色列国防军事出的卫星图和美联社亲自来到医院旁的停车场 都可以看到有些车辆被烧成废铁 其他的车子却毫发误伤 而且竟然几乎看不到任何弹坑 CNN主播还指出 就算有弹坑 但跟以色列飞弹通常炸出来的痕迹不相符 以色列国防部还公布数据显示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组织发射火箭弹的失败率高达12.1% 但有外媒质疑以方证据的可信度 尽管受到多方质疑 以色列依旧有美国帮忙背书 以色列和美国都归咎于巴勒斯坦激进团体 但遭点名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究竟是何方神圣 伊斯兰圣战组织简称PIJ 是加萨走廊仅次于哈马斯的第二大武装团体 也是最极端和最不易妥协的巴勒斯坦武装帮牌之一 深圳组织多年来对以色列发动上百次攻击 包含自杀式爆炸行动 而且拥有自己的火箭弹和迫击炮 美国 以色列 英国等国家都认定它是恐怖组织 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外国势力在帮它撑腰 事实上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既是有也是竞争对手 尽管两者的目标和核心信仰相同 但经常在战术和谈判等许多问题上有所冲突 但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提供的证据属实 哈马斯知道是自己人的火箭弹的话 外媒分析他们不一定会让调查团队进到爆炸现场 证明并不是以色列的空袭 造成上百名无辜百姓死亡 TVBS新闻综合报道